想必今天大家手机上肯定都收到了626国际禁毒日的宣传 你知道为什么626是国际禁毒日吗 因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禁毒运动 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1839年6月发生在中国广东虎门沙滩的虎门硝烟 此次运动共销毁了近240万斤毒品 从6月初持续到25号 所以6月26日被定为了国际禁毒日 当讲完禁毒日由来后 是不是觉得还挺自豪的 全世界第一个大型禁毒运动 民族英雄临则许悦 等等 请先把这份自豪收一收 接下来真实军要讲的 可能要颠覆各位所知的历史观 咱们端正好心态 发车 大家好 我是真实军 正常开始前 请各位先看这样一段话 比翼 以内地载重因素 于是无防 所恨者 内地之名是羊烟 而不是土烟 这里我翻译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在内地 种植因素是不要紧的 我所恨的是 内地民众居然只喜欢进口鸦片 却不喜欢国产鸦片 而讲出这段话的人 你可能有点不太敢相信 居然就是我们的林则徐林大人 而且对于土烟 林大人还说 内地自流相通 如人一身血脉灌注 和爱之友 意思是我们把鸦片 自重 自脉 自吸 在自己的地盘上流通 就跟人的血脉一样 再怎么流 也不至于流到外人手里 有什么要紧呢 我猜大家此时心里想的 估计都是 什么 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 禁毒先锋吗 怎么反差这么大 讲出这样的话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咱们得先纠正一个事 就是各位心中的鸦片 等于毒品这个观念 在晚清时期 其实是不成立的 这一等号呢 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确立下来 不仅如此 鸦片事实上 还被晚清政府 当成了一种药物 一种商品 直白点说吧 在百姓眼里 当时晚清时期的鸦片 就跟我们现在手里的香烟一样 而道光皇帝之所以下令禁烟 最主要的推动力 你以为是民众健康吗 不 这样想就把封建统治者 给想伟大了 实际上 道光禁烟 主要是为了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 是为了保住民间财富 因为你政府如果没钱 至少还可以各种理由去搜换明脂明膏 但当明脂明膏都没的时候 就真的玩完了 1831年 三位十年的道光皇帝 终于决心进言 并让大臣探讨方法 当时朝廷内部就出现了两种主张 一种是严禁 一种是直禁 严禁比较好懂 就是明灵禁止一刀切 全国上下都不准贩卖西式鸦片 以这种最直接的方法来达到禁烟和防止白银外流的目的 而迟禁的意思 就是把鸦片贸易合法化 仅对禁食人群区别看 还要对进口鸦片加税 不准白银交易 以此呢达到预期目的 这两种声音的代表 一边是林泽雪 另一边则是满清其他的上层官僚 具体原因不用多说了 鸦片这东西来钱实在太快 它能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民间流通 少不了反言者和官员的利益勾兑 刚开始 道光在这两种主张摇摆不定 直到林泽雪的一句话惊醒了他 大概意思就是 快进吧 再不进 陛下的宝座和江山就要被鸦片动摇了 这句话可谓戳中了道光的痛处 于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道光皇帝 才一边倒地支持林泽雪严禁政策 这才有了我们所知的火灭硝烟 但严禁政策真的达到预定目标了吗 很明显并没有 1840年 英国人以火门硝烟为借口 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并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让当时朝廷内主张迟禁的官员找到理由 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到了当时主张严禁的一派官员头上 开始本就摇摆不定的道光 逐渐就改变了对禁烟的策略看法 包括林大人 也认为想禁决鸦片流通稀释是行补通的 便开始放宽禁烟力度 并默认了迟禁的主张 然后就有了上面火门硝烟 八年后林则学的那一句 内地自流相通 如人一身血脉贯之和爱之友 而要知道 这种放开民众自主种植的政策 一旦被上面默许 下面及后面的人 必然会不遗余力地去落实到底 1956年 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全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鸦片大生产运动 不到十年 国产鸦片的市场占有率 一度达到了80%以上 种植热情到底有多高呢 当时的四川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种植面积一度占了本省耕地的16% 毫不夸张地说 就这个产量 那些什么金三角银三角墨西哥 都是弟弟中的弟弟 到了1874年 清政府洋务运动出现成效 但由于军费缺口很大 为了彻底盘活鸦片这棵摇钱树 李鸿章直接上奏建议 彻底放开直进政策 意思就是 把这个放在台面下的潜规则 列为合法项目 你们负责种植贩卖 我们负责收税收钱 李鸿章的意思是 咱们既然不能禁止洋人卖 又禁止不了国人稀 不如放开让大家自己种 把钱挣到自己口袋里 挣钱和国民健康 两头咱们总要占一头啊 最后怎么样呢 朝野上下无一人反对 就此 鸦片从种植贩卖 吸食一条龙产业化链条 在中国民间市场彻底放开 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连那些外国传教士都看不下去了 搞了个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 还出了本禁烟言论集 类似于顺口溜一样 号召传教士们在各自国家 游说政府 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 这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但脸面确实也救不了国 这一招下来 确实把白银外流给制止了 保住了民间财富 也给满清政府回了口老血 让上下的官员吃饱喝足 除了会影响四万万同胞的身心健康 其他的 好像都是好处 在今天禁毒日的时候讲这些 其实并不是想去抹黑我们的民族英雄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我是敬佩的 就火门硝烟这件事情来说 确实创下世界公开禁毒之先河 也愿意去相信 林大人当初站在严禁政策这一头时 更多的也一定是为了民族利益 至少不是持近内部只顾自己利益的人 只不过是国家的贫弱 时代的局限 让他不得不从全盘去重新考量如何救国 就像一个身患毒瘤的人 割肉会痛死 不割会毒死 难啊 好了 我是真实军 这叫真实历史 如果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叫个朋友 咱们下期再见